在商業二台其中一個被餘生罵得最多的 都應該是我 其中一個都應該是我 錄廣告 或者當時我們經常有很多公開要錄的 他在外面在套機 甚麼是套機呢 就是操作你的咪 Cut咪也是他 弄帶也是他 錄東西也是他 你就進去玻璃房裡面對著咪在這裡說 新月二台好 新月二台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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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花叫 例如這些 你進去 當然有個稿給你 可能是自己寫 可能是湯景川寫 可能是楊振耀寫 不記得了 總之肯定不是我寫的 然後你就要錄的 他永遠會說你 Take two 那Take one有甚麼問題 我問你Take two 然後你就說 商業二台好 Take three 行 商業二台好也不行 對 學姐要少少氣 商業二台好 我Take four 會不會是太大聲 大家不夠笑 商業二台好 Take five 這樣又不對 還未有商業二台妙 究竟商業二台好有甚麼不妥 我現在要想 行嗎 行行行行行 行 商業二台好 停 Take six 她永遠沒有告訴你 究竟你說的那句有甚麼不好 是有甚麼壞處 那你就會覺得 你這傢伙 你這天就告訴我 有甚麼不行 你總是Take two Take three Take four 我怎知道有甚麼不行 那你告訴我 當時的老女 當時大家的想法也不同 到我今天我明白了 原因是甚麼呢 她絕對不能告訴你 她怎樣去說這個廣告 她告訴你 怎樣說你都說不通 因為她只有一個余僧 而余僧是否蘇絲王 蘇絲王是否曾經 每個人有她的性格 那你自己要學 或者磨練 或者找你自己的一個性格 就絕對不是去copy她 所以她會覺得 這個是不夠好 不過你試一下一個6號 即可能是她心裡頭 即我現在用一個40年後 那也不止了 40幾年後的一個反省來 interpret當日的她 平心定氣的她 應該是怎樣想呢 如果我是客人 我就不會商業舞台好 我就會聽商業舞台 你講得好一點 都不吸引 你講得吸引一點 說到我真的覺得 我很想去聽商業舞台 可能她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 我怎知道你要甚麼 這樣又不對 這樣又不對 我都不知道 原來我就是想著去迎合她 或者我用她的方法 而我可能 例如我經常說 我後期電台時 有些同事 我就說 錄廣告或者做節目 最重要是心 人家聽得出的 人家聽得出 你是否真的跟她說話 人家聽得出 你是讀稿 還是你是真的從心出來跟她說話 可能當日 如生一聽 就說不要讀稿 大哥 但我們便會覺得 有甚麼不妥呢 我對著稿是這樣讀的 而不懂用心來 interpret那個稿 說起稿 又要說另一件事 唉 在她身上 你現在聽我 說得好像很輕鬆 但當時 你會感受到 那個恨 她是電台的 真是一個天才 真是一個天才 而我們是天分高 但不是一個天才 而她一跟她碰在一起時 已經相差很遠 一個天才和一個天分高的人 已經相差很遠 對她來說 她又恨鐵不成鋼 她又恨你成為鋼 但你又經常是舊鐵 我對你是恨鐵不成鋼 她便覺得 唉 你做好一點 為甚麼你不做好一點呢 就是這樣 話說有一次 我很記得 陳秋霞出了一張新的唱片 當時我們出的新唱片 是白風套的 白色的 可能只有她一首歌 當時我們那些叫白片 收到白片時 她便說 普利金要寫廣告 大家一起聽 就是這樣 大家一起聽 聽她的新歌 她便說 寫吧 給我一張紙 原來一支筆 大家聽了一次過一支歌 我以為大家在商量 怎樣寫這個廣告 然後她便說 聽完三分多鐘後 她便把一支針放在唱片頭上 又再播一首歌 開始寫了三分多鐘 寫好她 甚麼呢 三分多鐘寫好她 糟糕 她的頭皮真是發麻 我便看見她 她便在那裡寫了 寫了一個大概好像十多秒的廣告 我便在那裡寫了 糟糕 我便在那裡寫了 老實說 有甚麼寫 除了陳秋霞和唱片的名字 那首歌是寶麗金唱片公司 還有甚麼好意思說 那首歌還未聽熟 怎樣去說 然後我便隨便看見她 我便在那裡寫 我便寫那些 陳秋霞妙 陳秋霞好 陳秋霞呱呱叫 例如這些 柯屎都嫌棄炸的那些屎橋 好 三分多鐘 結束了 她便拿來看 真的拿來看 但不是很見得人 陳秋霞好 陳秋霞妙 陳秋霞呱呱叫 都要交功課 我便交給她看 她看完之後 在那張紙裏寫了一個字 知不知道這是甚麼字 我真的不認識 我說真的 真的不認識 這字底下做個心 是甚麼字 她在那張紙裏寫了我方便 然後問我這個字是甚麼字 我看著她 我說不認識 對 你就是這樣 把紙 那張紙裏寫了 又丟到垃圾桶上 我還要記住這個字 然後再要出去 再要問人 她寫過是甚麼字 因為她連說也沒有再翻說 那些朋友都說 她寫過 蛤字 做甚麼 她說你蛤 不是 她沒有找馬口說我蛤 她寫了一張紙裏 那些朋友笑到 即是當時的同事笑到 好了 但在這三分多鐘 為甚麼她說我蛤 我告訴你她做了甚麼 大家都在三分多鐘 三分多鐘完結的時候 她可以完完整整寫出一個相當不錯的廣告 而她還要在這三分多鐘的那首歌上 找到那邊三十秒 是她預備要來做廣告的三十秒 而我呢 只可以在這三分多鐘頭皮發麻 她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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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逃跑 想死 然後胡亂地寫了 陳秋夏好 陳秋夏妙 陳秋夏呱呱叫 類似這樣的句語 那你說 抵不抵人說你蛤 人家去評論你 人家一樣 她大我幾個月 她大我十個月 她跟你一樣年紀 她不是大過你 她讀書少過你 她中學畢業 就是我大學畢業 她要有的東西跟你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她的三分多鐘 人生的三分多鐘 她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你人生的三分多鐘 陳秋夏妙 為什麼你會傻傻傻呢 那抵不抵人家說你傻傻呢 為什麼人家說你傻傻 你還會生氣人呢 這些是我大過 才懂得去檢討 和去感恩於她的 因為如果不是她這種訓練 今天沒有我 我是深信的 亦都在這裡非常之 再次去感謝余真 再說一下 請看余真